那為什麼要用母牛 原因就是因為 母牛它的油花會比較細 分布的比較廣 就是補的比較好吃 對 那公牛的話 相對來說 它的油花會比較粗一點 常常我們 好 關鍵就是母牛比較好吃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我是若瑜 今天再度邀請到我們的鄧主廚 你好 來教我們 如何煎出好吃的牛排 很多人會說 就煎牛排 我也會啊 你也會他也會 可是真的要煎得好吃的話 其實有一點難度啦 要練一下 對對對 必須要有一些經驗 然後溫度的掌控 溫度的掌控跟經驗 那其實呢 這間店原本都是只有在提供和牛的 那是為了迎接我們的到來 特別選了美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般在家 比較少買和牛來煎 是的 沒錯 我們現在大部分是 買美牛來煎的 觀眾朋友居多 所以我們特別呢 也是希望我們的主廚 可以提供美牛 然後來煎煎看 到底和牛跟美牛 它的煎的這個做法 火候的這個掌控跟時間 口感有什麼不同 那在我們面前的這一塊 哇 這一塊就是 我們從日本進口的 冷藏的A5和牛 那我們採用的是熊本牛 熊本牛 那為什麼要用母牛 原因就是因為 母牛它的油花會比較細 分布的比較廣 分布的比較好吃 對 那公牛的話 相對來說 它的油花會比較粗一點 你常常 你會打籃球 啊 好 關鍵就是 母牛比較好吃 對對對 因為油花細的話 吃起來你才不會 一咬下去滿口油 買回來牛肉 一般我們在外面超市買 或是哪裡買 它一定是會呈現像這樣 它會連油都一起賣給你 但是回到家 你不要直接這樣煎 因為你要看牛肉 它本身會有一些筋 像這個透明的部分 黑黑的部分就是它的筋 我們會把筋跟油拿掉 和牛其實跟美牛它是一樣的 它們的結構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採用的都是 熱眼的部位 所以我們的話 分切方式都是一樣的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塊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熱眼芯 那這一塊的話就是 人家說的上蓋肉了 對 那我們一樣會把它的油跟筋取掉 那熱眼芯跟上蓋肉 哪個會比較好吃 一般來說的話是上蓋肉 上蓋肉就是我們 常常說的老饕牛排 這就是完成一塊 這是和牛的部分 那我們一般在超市買的 美牛 就是價美牛 對 就是它會給你這樣一整塊 那它一樣就是有上蓋肉 這在家裡的話 多切一點起來沒關係 因為到時候你們可以 炒飯啊 或是炒菜的時候 放一點下去 當然都會很好吃 這一塊也要把它切掉 對 因為這一塊的話它是筋 筋跟油有時候 長得都好像 其實筋就是藏在油裡 所以一塊牛排要煎得好 首先我們要先做去筋 對 一定要先做去筋 要不然的話 肉的話我們可以吃三分熟 但是吃筋吃三分熟的話 就會像口香糖一樣 那一般的牛排啊 你建議幾分熟 它的口感會是最好的 看牛排的部位 如果一般以美牛來說的話 我們會分 紐約克 樂眼 沙朗 還有 菲力 那菲力的話 因為它本身油脂比較少 非常的少 所以一般的話 菲力都會建議吃三分熟 因為它再熟下去的話 它的那個肉會裁掉 沙朗啊 跟樂眼 基本上我們都吃五分熟 五分熟的話 它就剛好 可以有一點點納米反應啊 讓它可以稍微 軟一點 它的 中間的那個心 那再來的話就是 五分熟吃起來 它本身也會有油脂 比較不會那麼柴 然後又有肉香 對 牛小排的話 它脂肪比較多 多 然後它中間的筋 因為太多了 所以一般都會建議吃到七分熟 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像肉 從冰箱拿出來的話 其實是不可以馬上煎的 要回溫是不是 對 因為溫度的關係 如果你直接煎的話 它等到你煎五分熟 它中心點都還是冰冰的 室溫大概放二到三十分鐘 這台是會最好吃的 那我們把它切小塊一點 待會你也可以煎 軍人要我直接煎和牛 如果失敗怎麼辦 失敗你就可以買單 接下來就是要進行我們的煎牛排了 我們要先煎美牛還是和牛 我們先煎美牛好了 到底哪個比較難 其實美牛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它 因為它本身的話 熟度一定要掌控得非常好 那我們首先要先知道的就是 它的熱度 不管是鍋子還是鐵板 很簡單 要測試它的溫度的話 一樣是加水 對我們 加熱到一段時間 我們滴一點水下去 當它成為水珠的話 就代表它的溫度是夠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牛肉 那因為美牛它本身的話 油脂也夠 所以我們不會再額外加油 直接下去煎就 它就會用它自己的油去煎它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等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鐵板的溫度 或是鍋子的溫度了 那我們放一分鐘 基本上它不會到焦掉 對 可是另外一個很麻煩的是 你看前面這麼多人 你要幾分 三分 你要幾分 五分 你要幾分 七分 好 然後先記搭的那個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你要怎麼掌握它的那個 熟度嗎 熟度 對啊 對 一般比較常就是老師傅在說的 掌握熟度的話 我們就是用按壓的方式 按壓 那我們一般的話會這樣按壓牛肉 那要怎麼去知道它按壓的程度 柔軟度是幾分熟 老師傅就會說 你這樣子 他一直強調老師傅 對老師傅 那現在年紀的師傅是什麼樣子 年紀的師傅就插溫度計啊 所以一般我們會用溫度跟時間 來做一個劑量 對 那差不多一分鐘了 我們就會稍微把它纏起來 因為它基本上溫度夠 它就不太會粘鍋 對 對 它不會粘鍋的時候 你就可以翻過來看一下 它就是非常漂亮的膠面 對 那這時候就是一樣讓它再一分鐘 那你要稍微壓一下 因為它肉煎的時候它會收縮 收縮的時候它表面就會擴張 所以你要稍微壓一下 它才會每一面都去 都去煎到 那這時候就再等一分鐘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幾分熟 兩面都一分鐘 兩面都一分鐘的話 大概是三分熟左右 那我們煎牛肉要讓它好吃 讓它多juicy的感覺的話 基本上是需要再做一步動作 就是要回溫 就是要把它靜置 對 靜置 那有個問題就是家裡頭 我們如果沒有鐵板 我們用鍋子 你建議用什麼樣的鍋子 可以煎得好吃 一般建議是要 鑄鐵鍋 鑄鐵鍋 對 因為鑄鐵鍋的話 它的溫度保存會比較高 會比較久 要不然用一般的平底鍋的話 它的平底鍋有兩種 一種是我們所謂的 不沾鍋 那不沾鍋上面有法郎子 它加溫加到250度 就有可能會爆裂 對 所以不建議 不建議用不沾鍋去煎 那要煎也是可以 就是溫度慢一點 時間長一點 那這個時候兩面都已經 煎得差不多焦焦的 我們就會做回溫的動作 靜置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換你了 蛤 我也是從美牛開始學嗎 嗯 是的 好喔 可以可以 我會幫你計時 這塊 哪一塊 欸沒有沒有 你直接用鏟子了 喔 可惡 可惡 用鏟子去鏟它 很容易 不用擔心 對 好 就放走了 嗯嗯嗯 那如果在外面的話 我們鐵板這邊我們會切 嗯 喔 對 切的時候就可以大概知道了 嗯 大概知道它的 是幾分手幾分手 一刀下去就知道了 嗯 好 那切的時候你要 記得它的紋路是怎麼跑 我們要逆紋 逆紋切 對對對 好難喔 那逆紋的意思是什麼 逆紋就是 它的紋路 是這樣跑的話 嗯 你就是要這樣斷 斷 對對對 要這樣切下去 喔 喔 就是五分手了 嗯 然後快 噢 那我們的話會加一點 鹽巴在旁邊 讓客人可以搭配著用 煎牛排大挑戰 就是今天呢 我們來挑戰 如何煎出超級好吃又美味的 美牛跟和牛 你學會了嗎 如果你也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在家動手做做看囉 謝謝主廚 謝謝 不會 謝謝你 掰掰 掰掰 喝醉了 謝謝主廚